是否有人一生没有经历过艰难取日呢 我想大多数人在这里会对我们说 我有太多的取日的经历了 不错我们看别人可能都像是看邻居家的草地 总是比自己家的要绿一点 我们总是看别人光鲜的一面 看不到他们挣扎和痛苦的那一面 圣经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 清清楚楚地铺开在我们眼前 他们也不是一帆风顺 离开埃及之后 大多数的困难都不简单 但是每次对上帝的大人和恩典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无论是敌人的追杀 红海挡住了去路 还是喝水吃饭这些简单的事情 都得到妥善的解决 今天的经文记载到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 他们的第一场战争 他们是要避开这个战争 也都不行 对于这些没有参加过打仗的人来说 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挑战 来攻打以色列人的 这是住在山地的勇猛的亚马利人 这亚马利人是以色列人的远亲 他们是以撒的双胞胎儿子 以少的后代 以色列人这是以撒双胞胎儿子 雅各的后代 三百多年以后 他们弟兄已经不迈情面 反成了敌人 所以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 他就告诉我们说 那时亚马利人来在利菲丁 和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无论从哪个角度 都不想打这场战争 他们没有打仗的经验 没有打仗的资源 但是他们想不打也不行 因为敌人是主动来打仗的 所以这是无可奈何 迫不得已的战争 他们没有退路 因为后面是红海 对比双方的力量 以色列人的胜算是很小的 在沙漠里面 他们将被敌人如攻中住周边一样 到了第九节说 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马利人争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 再站山顶上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 对他所说的话情 和亚马利人争战 摩西、福尔、亚伦都上了山顶 摩西作为领袖 他决定出去迎战 于是马上制定了作战的计划 命令约书亚召集人马 出去迎敌 自己直到山顶上去祷告 如果熟透的电影 约书亚肯定有想不通的地方 为什么叫我领兵去迎敌 这不等于叫我们去送死吗 你自己却是逃到山顶上去 但是第十节告诉我们 约书亚照着摩西的命令 二话没说 就去召集人马 准备第二天出去和敌人拼命 摩西则带上三个人 上山顶祷告 第二天 随着满天飞扬的尘土 战马的铁铁身 敌人就越来越近 约书亚带领打仑打仗的 以色列人出去迎敌 山下撒纳间 充满了厮杀的身影 亚马利人是什么人 他们善于打猎 善用战马和弓矛长枪 以色列人有什么呢 可能最多就是拿着菜刀 大多数还是撤手空拳 所以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 但是出人意外的是 战争的输赢竟然不在双方的力量对比 而是在山顶上举手祷告的摩西 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 是一切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垂手 亚马利人就得胜 你认为这是神话故事吗 一场战争的胜负 决定于摩西的举手投主之间 比金庸的武侠小说还神奇 我们得记住 圣经记载的是历史 而不是武侠小说的故事 摩西上山不是逃避战争 而是参与一场发生在上面的战争 他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疲劳的时候 手放下来了 亚马利人就得胜了 说明摩西的祷告 对山下的战化 有举手轻重的作用 不 应该说是举手轻重的作用 将他祷告的重要性 怎么强调都不畏过 虽然现代人更强调的是资源 以及个人的人力 智慧 常常会忽略祷告的重要性 希望我们以后的祷告会 多一些弟兄姐妹来参与 彼此的守望 彼此的祷告 为教会祷告 为着福音祷告 少尔节 在摩西的时候发尘 他们就搬石头来 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与福尔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热热的时候 约书亚用刀杀了亚马利王 和他的百姓 八十一岁的摩西 要他分分秒秒 举着手祷告 也是不契合实际的一件事情 但是亚伦和福尔就忍不住心里着急 哪能看见自己的同胞 在战场上失利呢 既然只有摩西举手的时候 他们就赢了 那么他们两个就想各样的办法 帮助摩西 尽可能让他的手一直举着 于是搬来石头 让他坐下 然后两个人一边一个 扶着他的手 一直到热弱 战争结束 亚伦完全可以建议摩西 现在让我替你拿着杖来祷告 你坐下吸一血 上帝确实曾让亚伦拿着这根杖 行了很多神迹 但是他们这一次没有自搞奋勇 而是谦卑地搬来石头 努力地扛起摩西的手 福尔也是这样 那看见一个团队的作用 对一个整体是多么的重要 他们不是要多出个人的角色 其实每个人的角色都非常的重要 正因为亚伦福尔的工作 他们三个人共同努力 参与到这场在上层的战争当中 靠着上帝的力量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现在关于团队精神的书特别的多 但是人们还是往往看重个人表现 而不是团队的协助精神 第十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瓦列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没了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记忆 又念给约束亚听 摩西做了一座坛 其名叫耶和华尼西 又说 耶和华已经起了事 比世世代代和亚马里人争战 耶和华尼西是西布莱文 意思是说 耶和华是我的景气 耶和华是我得胜的棋子 就像在公元312年10月28号 那是一场决定谁是下一个罗马皇帝的战争 在决战的前夜 康斯坦丁梦见了基督的十字架 于是在他的军队里的旗帜 都改成十字架的旗帜 他打赢了这场战争 成了罗马的皇帝 从此之后 基督教从被迫害的地位 变成了罗马的国家 他知道 使他得胜的是主耶稣 我们也知道 这和亚马里人的争战 真正是以色列人得胜的是耶和华 不是约束亚 也不是摩西 战争结束之后 摩西以建造一座祭坛 来纪念这次的胜利 圣经前一次提到建筑祭坛的事 要到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的时代 那已经是四百多年前的事情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争 有时候你可以是积极胜利 春风得意 有时候是丰富连天 波澜壮阔 有时候可以是惊心动魄 跌宕起伏 或者焦头烂恶 疲雨奔命 一些人在祷告的群里面 已经得知了 截累这个小孩子 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白血病 那几年下来 治疗得烟疫一息 现在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那这个礼拜的时候 他的妹妹也查出了 对了白血病 你说这父母的心啊 是如何的痛 他们心里有多少的问号 生活变得如此的沉重 天好像黑压压的 明天到底会如何 他们也不知道 之后 我们位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些人也到了举手问苍天的时候 你说这仗怎么打呢 我们会说 我们为你祷告 是的 有时候成为他们的恩惠 总算有人还惦记着 为自己祷告 有时候连我们说 为你祷告这句话 都觉得不合时宜 因为我们的祷告 太流于表面 我们希望看见 摩西、亚伦、福尔 这样的祷告团队 举起圣洁的手 向上帝祷告 那种发生在上层的祷告 那种有我们有限的人 进入无限的空间的祷告 那种靠着基督属次的 全副的军装 与那些责政的掌权的管辖 在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征战的祷告 人生的不足 犯错误是难免 但是因此对自己失望 也是很可怕的 有些事情 我们人是不可以左右的 有些事情是可以去努力的 但是在这些与我们的努力 没有半点关系的事情上 我们只能交托上帝 我们这是自己尽心尽力了 无论发生什么 你心里应该都有平安 约书亚不时地 因为摩西力不从心 开始打败仗 亚玛利人就开始得胜 他该为士兵的牺牲 感到自责吗 感到透心吗 是啊 但是不要痛心和自主过分 因为他尽了力了 台大校长有一年的 新生暗语中说 鼓励新生们认真 认错 认输 这种敢于认错认输的勇气 不是每个人可以拥有的 但是把别人的责任 扛在自己肩上是难的 把上帝的责任 扛在自己肩上 更是痛苦的 愿意认输认错 不是破罐子破碎 不是为民不正 而是实施 求是地看自己 我们只不过是有限的人 就像大多数的球队 在比赛以前 在训练当中 他们不断地研究 对方的策略 担救自己失败的原因 那是为了下一次 能够战胜对方 使人生转败为胜的 虽然是要支笔自己 刻刻努力 但是还不够的是 我们还要知道上帝的精力 也是靠着他的力量 才能转败为胜 如果上帝在在你的一方 无论是输赢 你已经赢了 因为得胜 乃在乎 耶和华 这话虽短 这话虽然短 但是提醒我们很多事情 虽然说起来轻松容易 但是在具体的事情面前 像摩西上山祷告 你说容易吗 容易 你当然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到山上去祷告 他是参与到天上的征战 从各方面来讲 人都是有限的 但他却进入到上层的灵界的战争当中 才何容易 许多的时候 我们只看见地上的征战 苦难 其实一场属灵的征战 也正在进行着 既然上帝允许发生一些事情 他肯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摩西为了祷告 愿意把自己整个的性命摆上 因为魔鬼的攻势会非常的猛烈 在哲学里面有一个怀疑论 茂斯讲到说要怀疑一切 对自然界的东西要不断的质疑和寻求 这种精神成为当今科学进步的一种原因和动力 但是对怀疑论的错误的理解 不知道误导了多少人 导致多少人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不可信的 是迷惑人的 是不理性的行为 唯有科学 唯有人可以用理性来推理的东西才是可靠的 我们在信仇以前 可能也被这种毒害不小 乃不知怀疑论 是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要认识到真正的真理和知识 是来自于有限的人之外 科学研究只能发现规律 不能发明规律 规律这样的真理 不是来自于有限的人 而是来自于超越于自然的上帝 这就是我们属性的上帝 从圣经我们知道 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 他就是超越自然的 是超验的 超越个人经验的存在 当以色列人遇见 无法用自然和理性克服的困难的时候 摩西每次都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已经不是人与自然的战争 这个时候祷告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形式 而是实实实实在在地去经历到与空中掌权者的降量 到了唯有靠上帝才能得胜的地步 很多人认为祷告就是把我们所要的降速上帝 所以说完了自己的要求就走了 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战争 可能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你认为这样的祷告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吗 你这样的祷告可以扭转乾坤吗 我认为语言只属于伟大 有人说它不只在于描述自然 而更在于激发人的想象力 但我认为语言的伟大还在于 它把有限的人连接到无限的上帝那儿 摩西就是借着祷告 把无限的上帝拉进有限的人的战争里面 与亚玛利人的战争原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力量的悬殊太大了 最后当无限的上帝来到 以色列人这一边的时候 力量的悬殊就倒过来了 胜负也就显明出来了 当我们遇见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当意识到 这也许就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问题是如何让上帝站到我们这一边 一个捷径就是我们跑到上帝的一边 上帝就在我们这一边了 不要说你每次都愿意站在上帝的一边 按照我们这些堵落的内心来看 我们更确切地说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愿意上帝站到我们这一边 到主那边 好事好啊 但是去受苦 去被羞辱 至少门徒在主耶稣被羞辱 定十字架的时候 都隐身了 不愿意和他同受苦 只有两个强盗 陪伴着他 他们还是被比拉多 强迫的呢 再说我们肉体的情欲 如此强大 在主与我们肉体之间 常常更愿意选择 站在顺服肉体的一边 不知吗 弟兄姐妹 使徒保罗在哥林图后书里面 讲 免得撒旦 撑着机会胜估我们 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 他的诡计 撒旦是非常狡猾的 我们非靠主 就不能夺身 而且 他常常用隐蔽的动机 叫我们来体贴肉体的需要 而不体贴上帝的事 所以愿意站在主的一边 要成为我们一种内化的愿望 是我们自己心里所愿意的 而不是一种外化的力量 那是来自于外在的环境 和别人的压力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所以 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外受苦 这样我们也当出道迎外 救了他去 忍受他束手的领弱 这样 为主受苦 就成为我们内在的愿望和动力 只要我们在这主的一边 护活得胜的主 就永远站在我们的这一边 无论我们经历什么 我们的主都与我们同在 想到现今的艰难 我们需要像诗篇的作者 这样说 这样祷告 神啊 你是我的王 求你出令 是雅各得胜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 我们如此的软弱 如此的不配 看见世界里面 种族的 拦阻 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拦阻 主啊 我们希望你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能够胜过这些拦阻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这一边 求你帮我们得胜 我们也为上教会的弟兄姐妹 祷告 愿我们 在这个世代 在经历各样挑战的时候 能够靠着你 能够得胜 祷告奉主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